好那在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局結束之後 直接直接被gank到 沒事沒事 觸不及忙啊 這裡的回答的速度特別的快 特別的快啊 我們這外套沒有脫下來啊 在這邊的話大家稍等一下 社群賽真的盡量多參加 你會找到自己可能需要去改進你的地方 歡迎大家踴躍的報名啊 尤其是這次亞洲盃也是有很多 這個之前的選手沒有報名 我也覺得蠻可惜的 OK那我們馬上就進入到的是 今天在第二輪的第一場比賽 官方的指定賽道 科隆大教堂 一圈的短賽道 但是為什麼這個圖呢 跟大家分析為什麼比較多人會選擇 用追光者原因是因為你看像現在 他會有比較多的一個卡氣次數 那你在對抗到的時候呢 這個卡氣也會明顯幫助到你在 跑法上的一個完善 對看一下前面斷空票的位置 封堂現在拿到了一個守衛 不過可以歪我的角度更好 就是這邊沒有問題 稍微小偏差但 依然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對封堂這邊路線還不錯喔 但這裡的話需要卡氣再 選擇 選擇這裡再卡氣 那把氣補回來的時候呢 這邊落後KYU只有 0.3秒左右的一個差距 對 這個KYU拖了 在這邊速度慢了下來 加速帶過程 馬上就要進入到的是 終點進入了教堂內部 對 剛剛那個青沙彈射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喔 連帶著KYU的事物這邊 拉開了很大一段距離 對 KYU這邊的話角度又不好 調整一下之後速度又慢了下來 再進入到終點前 有一個關鍵的跳台捷徑 過了這個之後應該就沒什麼太多的超車點位了 對 通常這一場表現得非常非常不錯喔 開局就有一個蠻穩健的手感 對 來看一下這場的一個成績 1分17秒18秒05的一個成績 那最後的話 光應該是可以拿到10分 後面不錯的喔 他到底能否在這一次亞洲 被拿到他第一張的守衛 我們可以再度過來關注 因為剛剛我們其實透過這個字卡 看到他還沒有拿過第一名 現在來到今天自己的王土 表現如何 馬上開始 A這個起步 風是一開始位居第四 但是一開始拉了一個WCWB之後 瞬間上到了第二 點了一個小飄 這邊光是先殺出去了拿到守衛 這邊捷徑過來之後 在前面延續跳台有做 然後馬上的加速再過後 就會進入到的是 廣寒的一個小跳台 這是第一個 最後終點前會有最終的一個大跳台 會在那邊分出勝負 對點了一下停滯喔 調整一下角度 其實 風堂的一個路線可以感受到 非常非常沉穩阿 他在前面細節的部分也處理得很好 對來關鍵的跳台區 延續有做到 時速應該是夠的 欸光掉下去啦 那這樣子的話 風堂要直接 因此拿到了守衛 對一個甩尾延續之後 這裡有很大段的距離 你先這個側身就得還不錯 另外這個操作 對那來到的是第二圈自己的王圖 12分必須得拿下 在這裡加速帶過來之後 後面就只剩下 兩個跳台 跳台過後之後就會結束了 這邊馬天萬全的求穩喔 是用一個小票雙坑做延續 那光的話 這邊還有 0.3秒左右的一個距離領先 算是蠻安全的 這一個11分 感覺是蠻有機會可以拿下的喔 最後關鍵跳台 看一下風堂這裡有沒有發生失誤 沒有什麼問題 KYO緊跟在後 這裡跳的也還不錯 最終1分28秒55的一個成績 我們恭喜風堂 再下一層 這樣子的話是 歡迎成假日 來看一下是 風堂的王圖選擇 這張圖好像也 在這次亞洲被頻繁的出現 大家好像蠻喜歡這張地圖 那來看一下 在開局 這個所謂光是一馬當先 直接超越了三名車手 領先的幅度蠻大的 再來的話會是一個 短延續的地方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在後面的話 另外KYO倒是融合的比較多 風堂的速度也是跟 提款還蠻沒有卡到了 他好像沒有進到這個小捷徑碟裡面 這樣子速度會慢很多 再來的話就是 重點全的分件跳台了 這邊風堂是直接超車了 透過一個雙差彈射路線更好 那KYO這場失誤比較多啊 風堂上到守衛之後這裡 看一下前面的一個集團 這邊一個內卡外 非常漂亮風堂 雖然差了一下 要回了守衛 但還是維持在第一這邊 氣量還比較多喔 是可以選擇在這裡做一個CW噴 再拉開一點車去的 在這裡的話 短延續過來之後 帥票一階CW 這裡一個彈射點 光有出 但是前面的話 沒有接近風堂 應該是他也有出 沒錯 而且剛剛在光這邊 這個彈射是突飄了 導致現在拉了一個非常安全的距離 風堂這邊 很有機會在這場拿下喔 沒錯 在最後關鍵的地方 分出勝負的地方 但是速度慢了下來 光也磕瘋到了 左邊邊的一個牆壁 這裡的話一個內卡外 光有機會嗎 稍微頂了一下 把風堂給頂走 光在最後一個捷徑 彎道成功反超拿到守衛 打得漂亮啊 直接破了對方的網圖 這邊風堂 看一下大家都是 清一色的迅捷流星 前面起步是直接選擇做段位起步 不斷狠喔 因為氣量的關係 前面卡氣 欸 光是被擋到啦 多卡了一下氣 那四個人都有一定的掉速 但光看人受影響最大 這邊風堂撞到了 這一個狠傷 選擇做一個側身延續 非常漂亮喔 把自己的這個氮氣時常不夠的地方 補回來這裡 再做一個快速CW 沒錯 那這樣子的話 在這裡有沒有跳起來 好像也沒有嘛 Name One的速度維持得還不錯 不過剛剛後面撞成一團之後 KYO直接來到的是守衛 在旁邊角度也沒有算得特別好 反而被光直接超過 而且又撞到了 右半邊的一個角角 這裡進入到的是第二圈之前 Name One往後掉 不過在第一圈那個 剛剛小草所講的影響 對於風堂來說很傷啊 對 這邊的話 KYO拿到這個 至關重要 因為畢竟是 他的一個王圖 這個距離保持領先的很大喔 光這邊的延續也做得很扎實 選擇點一個WC噴 再一個快速這邊 KYO還是有一個很大的領先 看這個延續點怎麼樣 哇 光的路線是偏差啊 對 速度慢下來 這樣子KYO路在前面 沒有發生任何失誤的話 就可以直接衝入中間 拿到自己王圖的12分 這對於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 那後面的話 風堂直接追到了 哇 還是沒辦法 沒有辦法知道第三 職業頂尖的選手 你的失誤調整 速度要夠快 這場大家都 一致用上了雙身戰神 沒流車啦 在這邊的話 王圖也是 對於光來說勢必的拿下 這個開局 Name One衝得很快 前面一個捷徑過來 沒什麼問題 這邊 彈射點有出 KYO彈射出了 所以一個反超 再一個彈射點 對 彈射沒出 這邊是直接被反超喔 比較可惜一點 那MN1這場發威了嗎 在剛剛那個地方 就稍微可惜了 那這樣子的話 氮氣延續點在這個 Name One掉了 這裡的話稍微卡到了這個電車區 落後了一點點 KYO直接拿到了一個守衛 對 再一個側身CW 哇 這個KYO的路線掌握的 非常非常的標準啊 哇 看小地圖風塘是不是在剛剛那裡有點失誤啊 儘管說 MN1掉到了這個電車下面 都依然是領先啊 對 那這場的話 對於 KYO跟光來說也是至關重要啊 因為現在的話光這個圖是他的王圖嘛 如果他能夠拿下來的話 分數可以拉得很開 那KYO的話也是一樣 他現在位居第二的一個情況下 如果這場拿下第一是可以直接拉平的 對這邊彈射光有出 直接把KYO給夾掉 夾掉了 趁著KYO比較靠近牆的一個情況下 是一個夾殺啊 對 那在這一波結束之後 現在光拿到了守衛 這是他的王圖看起來是 非常的有機會淡氣延續的一個地方 KYO這邊好像沒有完美延到 但是速度並沒有差太多 這個側身做調整光已經看不見他的車尾燈了 對 那這一場光看來是 所謂是在必得 但是後面拉得很開啊 哇 哇這個積分這一局光是要領先多少 我們馬上再來看一下啊 哇 後面MN1跟風塘 掉的這個秒數 8 7 6 哇 哇 哇 主播你剛剛那個87停頓了特別久欸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一局結束之後 哈哈 直接被Gank到 沒事沒事 哈哈 哈哈 出不及忙啊 哎呀 這裡的回答的速度 特別的快 特別的快 哇 我們這外套沒有脫下來啊 在這邊的話大家稍等一下 有點奇怪 怎麼這場是MN1跟光的一個對決 對 但是現在的話 KYO好像後面發生失誤喔 這個 這個我在破夢車啦 哇 還是說 在選手這邊的選圖 環節是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馬上進入到的是 今天下一輪的一個對決了 好 四台的 雷諾 看一下這場 風塘的分數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呃 這個賽道也是 偏難的一個賽道 而且很容易發生碰撞 導致掉的很後面 沒錯 那這裡都要開局光是已經 直接跑不見蹤影 那MN1是緊跟在後 這場優勢阿 這場對於光來說 分數領先又拿到了一個首位 這邊MN1是用了一個舊跑法 但是沒有過好 又卡到了風塘 想要超車的這個意圖 所以前面的光算是 越領先越多 沒錯 這邊MN1算是扮演著一個 這個 但是過了喔 這裡MN1自己發生了失誤 旁邊風塘直接超過了 風塘這邊距離前面的光沒有很遠 MN1這邊又發生了碰撞 跟QYO 對他這裡裝點噴的位置 是發生了失誤 直接被QYO給超過 那現在的話 1234名好像各成一個提示 對 這邊風塘 要追上前面的光 已經距離有點遠了 但是可以確保的是這場 不似乎可以穩拿10分 還是可以逼近 QYO的一個分差 那這邊也是恭喜 這個光呢 又拿下了一張首位 這邊看一下 QYO是有沒有跳秒 看起來是 如果又再多跳2秒的話 是會追平的喔 這個至少 至少他是7秒 7秒的時候 充線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於QYO來說 真的很少見他選這樣子的一個難度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結束之後 光反而在這一局是 跑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從頭領先到尾 在這個第一名的位置 做得更加穩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選擇 有很多很強勢特性 或是比較獨立特性的一個賽車 可以適用在各個地圖上 所以車的話其實不用太擔心 沒有車可以選 反而是選手要練的總類會比較多 沒錯 沒錯 那馬上來看到的是 這個開局 現在光又來到的是首位 然後 封堂緊跟在後 QYO第三 在過了這個龍遠區之後 馬上就要到的是這個捷徑點 暴力入彎的地方 封堂角度不是到特別好 對 但是還是保持在了一個0.5秒區 哇 這邊沒有跳起來 少一個空噴落地噴 慢了一點 封堂的這個平轉 好 跟前面的光 突出一側 兩個人都過得很好 但是這邊跑法不同喔 有接近喔 才剛講完 稍微被卡了一下 最後趕緊側身小噴起步 把這個提速給提了回來 後面兩位選手也是已經跟上他的腳步 光這裡的話已經領先非常的多 捷徑跳台馬 內幕也超了過來 對 哇 直接把封堂給擠了下去 這邊 哇 封堂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失誤 是 他這邊彈射脫飄了之後呢 這個進階又撞到 導致只有CW一個速度 然後甩尾的斷痕的延續 沒續上 導致他得直接平走 沒錯 平走很長一大段時間 後面的話 光已經充現了 KYO第二 這樣子的一個過秒成績 對於封堂來說 非常非常的不好喔 舉出來 對 這個真的很趕欸 因為現在的這個分數 你自己失誤也可能瞬間被反超 OK 看來這個開局又是光 光拿到了一個守衛 小飄沒出雙分 開局其實速度挺快的喔 稍微頂了一下 但是光還是迅速的要回了這個守衛的一個位置 對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碰撞 這裡點一個小飄 欸 KYO跳起來了 對 KYO的速度慢了下來 那跟封堂來到的是3-4 在這一局的話 MN1還在前面持續跑 欸 不過封堂這裡的話 稍微撞到了牆壁 對有點傷 但這場的話 關鍵的點還是 欸 光暗出復位 這個光暗出復位 但是關鍵的點還是在KYO 跟這個封堂 跟他 現在跟他沒有關係 對 這兩個有點奇怪 怎麼這場是MN1跟光的一個對決 對 但是現在的話 KYO好像後面發生失誤喔 欸 這個我在破夢車啦 哇 很刺激啊 好像變成彈珠台啦 那封堂也安緊跟上 對但是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封堂 欸 這個我看到光想走進到了 但是 KYO變成了第一名啊 他剛剛是有走到捷徑的MN1 還在這邊持續的做干擾 對沒錯 這邊 哎呀 這邊過了MN1之後 還有KYO要去追 在最終的這個過程當中 馬上就要進入到終點了 光又再度的補上 四位選手其實沒有差到太多 但最後的沖線過程中 瘋躺超越啦 超過了 同分 同分啦 同分啦 哇 但是這個還是沒有選圖權啦 最後圖還是 KYO選 但至少追平 來看一下這個 最後的一局 今天第二輪 最後的一局 到底誰能夠拿下 馬上進入到的是亞太蘭提斯水塵的裡面 起步很重要 但風這邊 好像起步沒有雙噴到 光是直接殺出去了 對 連續的彈射點 光是失誤了 光是失誤了 光發生失誤了 MN1直接補到了第一名的一個位置 但後面又馬上被光給擠了回去 哇這邊跟上一場很像 哈哈哈哈 這個光跟MN1做了一個激烈的 你可以看啊 但是 這一場的焦點 本來是放在了 這個風 跟KYO的一個分數上啊 這邊風塘是有領先 有領先的 側身 調整一下沒問題 沒錯 但是MN1這邊很危險喔 如果有發生一個側禍的話 得力的是KYO 沒錯這裡 哎呀 就如同你所說的 MN1把風塘卡下去啦 對 沒錯 但是這裡 還 KYO是直接超過了MN1啊 這樣對於風塘來說 只是第一圈 只是第一圈還有機會 哇 又在做一個對抗了 風塘現在有點小 著急啦 那後面的話 這邊MN1卡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 風塘有追到喔 跟KYO基本上 算是一個平行的車具 對一個鏡頭 帶了到光之後 兩個人的名次 有巨大的變化 這裡 風塘是集氣直追 這一個距離 哎呀 KYO這裡的話發生失誤的話 風塘有很大機會可以贏喔 可以跳秒喔 這個距離是100%跳秒的一個距離 然後MN1這邊又是一個角局 帶了一波KYO 那這樣子的話 光的領先幅度其實非常的巨大 這樣子如果直接通過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讓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最終的結果 這邊的話直接通線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沒錯 這邊是7秒 哎呀過線啦 KYO沒了 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會是光 成功拿到小組第一 然後 是已經確定淘汰了 這局光 這系列賽也太強了吧 10 10 11 12 11 9 16